由竹科工程师发起罢免新竹市市长高鸿安的 封城安心上路行动 近日在社群平台Dreads上正式启动 从昨天9号公布首播的最新统计结果 根据主办方的说法 提案联署书最低门槛为3547份 目前已经收集罢免联署书377份 达成最低门槛的10% 发起团体认为这只是改变的起始 最终达成1.2万份的目标 高鸿安近期要处理新竹球场这个烫手山芋 喊话要2025年开打 但时间已经很紧迫 另外还有他个人的官司问题 也都还没有画下句点 可以说是蜡烛两头烧 如果罢免联署过关又多一案要烦恼 就怕新竹相关市政又要延宕 对此新竹市政府表示市府的各项市政 目前都在稳健的推进中 团队会持续精进 以新竹市民的福祉为首要任务 打造出所有市民的安居科技城